家里所有家居用的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个 它就是真的酥脆 一用就根本停不下来 去年直接是受庆的 我现在坐在我们家的床上 解锁一个新场景 我们家的卧室 你们看到我这个样子 我还是没有时间去剪头发 对 因为太忙了 就包括这次合理消费的剪辑 我并没有说像之前那样 把所有产品拿到我面前来 这次视频呢 我就在这里先拍给大家讲 产品的画面 直接拿出来边用边作为讲解 这期视频的剪辑模式 就当做一次尝试 新的尝试说不定观感更好呢 我的上一支合理消费 是去年11月拍的 在这快半年的时间里 我又从生活的各个方面 收获了16样 我觉得使用还不错的好东西 其中有三样呢 是通过我和品牌方的对接之后 又经过了我一段时间的试用 然后想跟大家总结在 这次合理消费当中的好东西 好 那么下面我们先从学习类产品说起 首先我近期在书面工作的时候 特别爱用到点时的双头水星马克笔 虽然我不写手账 但是写日程啊 记笔记 还有偶尔画画之类的 我都会用到它 用过一段时间之后 就想着一定一定 一定要推荐给你们 它两边软头的弹心色都很不错 用到现在我的笔间都没有开叉 笔封勾线 笔腹用来涂色 那么用起来很流畅顺滑 我这盒买的是36色 我觉得已经够用了 说到颜色 我当时就是因为颜色入了课 我下面给你们念一下 他们家复古系列的名造 听一下 山茶系 大地系 玫瑰系 森系 水墨系 女孩子们 谁能抗拒这种颜色的诱惑 当然我目前啊 这是目前 算是忍住了购买的欲望 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画画 另外如果你们是固定场景使用 那么我建议你们 不要把这个盒子扔掉 你们看 我把它放在洞洞板上 要用的时候一目了然 然后它家还有 其他的款式的笔 可以选择 例如走珠笔 柔惠笔 荧光笔 巴拉巴拉一堆 德利的推夹器 以及和它搭配的小夹子 它是我休假前同事给我的 一开始我觉得比较鸡肋 上线是装定40张纸 那么不如燕尾夹 或者订书针来的直接 结果快到期末复习那段时间 我整理试卷和复习资料的时候 一用就根本停不下来 可以看到 它是活跃的 可以调整顺序 同时不会像订书针那样 破坏纸张 因为如果有重要资料 就要特别注意嘛 然后它也不会像燕尾夹那样 夹不稳 就刚好介于定书针和燕尾夹之间 例如你要整理40页以内的资料 选择用这种推夹器和夹子 是再合适不过的 另外我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 就是当我看到 有同事用它用来夹零食 或者其他东西的包装袋的时候 这个就 非常实用啦 而且一点也不贵 好像一套下来 在橙色小软件上买 是12块左右 Cambly口袋英语APP 上一期眼镜级本体 我和大家聊到过 我重新学习英语这件事儿 视频引起了很多同学的共鸣 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 我竟然会有那么多的战友 毕竟英语不好 其实是我一直还挺自卑的一个事儿 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也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当然这次让我鼓起勇气 去尝试这个的契机 是和Cambly口袋英语的这次合作 起初他们联系我的时候 我就去做了功课 因为他们主要的方向是职场 口语 出国留学 我也上网看了很多 大部分使用者的题材 但是博主们都是在英语水平 非常好的基础下使用它的 不过呢我抱着不学白不学 所以就开始了这次尝试 通过之前的学习 你们也看到了我整个学习过程 我体验这么久下来 感受就是Cambly 是我在人生现阶段当中 学习英语的一个很棒的助手 我觉得对于学习一门语言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兴趣 这也是我觉得用Cambly 学习英语最大的优势所在 期间我除了学习词汇和句子 更让我坚定的觉得 要把它推荐给你们的原因是 我通过和不同国家的老师聊天的 这个过程 让我感受到了不同的文化和思想 虽然说我目前还没有聊到 可以这么高深水平的话题 但是哪怕是我们聊到 今天吃什么 去过哪些国家 有什么爱好 自个儿有几个小孩 他们都长什么样 这些看似很小学生的话题 但是我都很乐在其中 要知道对于我这样英语差的人来说 有人的耐心的倾听 教学 然后交流 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我希望有很多话题 对 对 没事 你做得很好 你做得很好 其实 谢谢 不用担心 我照顾我的儿子 所以你追求后 你可以说我追求后 你曾经去医院吗 哦 我有医院的车 但我永远去医院 你也有吗 是的 哦 很难 很难 就像他们家的口号一样 在Cambly 不只是说说而已 所以即使是花了钱 因为我同中获得的知识 以及我学习之后 获得的这份好心情和状态 我觉得是要大于 它的价值本身的 哦 对 他们家最近有个10周年的活动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大的优惠 对 所以有口语提升需求的小伙伴 可以输入我的邀请码 呵呵打666 领取15分钟的免费试听课 无论你英语好不好 我觉得都值得一试 接下来三顿半的数字咖啡 学习久了就会有疲倦的时候 对不对 三顿半这个时候 就是我保持电力满满一天的好选择 哦 这么说太多了 观众想把我捏死 好 那么正经一点 这么说吧 关注我久了的同学就知道 从他们家和up主的联名咖啡 到周边 再到每年的返航计划 我绝对可以说得上是三顿半的老粉 这份热爱说起来 以至于影响到了我们班的小朋友 去年返航计划的时候 有几个孩子就拿着他们爸妈喝完的那个小罐子 约着我一起去 后面因为我不是怀孕了吗 秋季那场我就没有去成 他们居然改变了策略 来和我要小罐子去兑换周边 三顿半咖啡数字1到6号 代表从浅到深的烘焙程度 数字越小 比如1、2号就是浅烘焙 鱼味回甘的时候能喝出清甜的果味 3号到4号就会平衡很多 不苦不酸 5到6号喝起来就更加的浓厚 另外它还可以在冷水 牛奶等各种饮料里很好很快的溶解 所以无论是出门 还是在家泡起来都很方便 虽然我是近几年 才喝咖啡的嘛 但是我表姐是咖啡的深度爱好者 她和我分享过她喝三顿半的方法 我自己浅试了一下觉得还不错 1、2号用冷水和温水冲泡口感最好 5号和6号用热水能最大程度的 喝到咖啡的香气 中间的3号4号呢冷热水都是可以的 我最喜欢的是5号 早上起来喝一杯美式 或者中午午休之后喝上一杯拿铁 如果能买到我之前推荐的炸电牛奶 那种厚乳式的牛奶 用它来冲泡是最好不过的 直接就把咖啡倒进去 相当丝滑喝一口 棒 接下来是零食 这是我第一次在视频里推荐这类食品 虽然一直以来我都在身材馆里控油控糖控仪器 但是我还是很有烟火气息的 炸猪皮啊 这个是小刘的案头推荐 它强烈要求我案例给你们 我让看来讲好了 这个不是专心的猪皮啊 一样可以用 不一样 专心的猪皮才是真正的炸猪皮 够吃 你吃不吃 你也不吃 是不是 跟你说点什么 炸猪皮真的是人间美味 麻辣跳跳糖 挺好吃的 只是挺好吗 你不推荐猪皮 本来就是应该是很好 才能进我的合理消费栏目组 你这样有赋予我的选品 好我认真的跟大家说 猪皮真的是一种非常好吃的食物 这种脆脆的感觉 它不同于锅巴土豆片的那种脆 它就是真的酥脆 它是一个可以用声音 就可以代表味道的食物 其实云南的零食是很多的 如果你们想看 我还可以 算了 不挖坑了 不然我要水食品了 众所周不知 我和小刘是非常喜欢吃 汤煮的大锅菜的 毛奶社的汤料 今天我就再来安利一次 我就不信了 没有人吃过这个东西 我最早是17年的时候 在东京六本木的 Middle Town 是这么读吗 反正就是那个大商场里 挺大的一家 可以吃饭 也可以买他们家汤料的店里 我当时是喝了汤 哇 一口入魂 后面就一直 吞吞吞吞到了 现在 他们家有高汤包 味噌包 调味包 酱料 还有调味盐 等等等等 高汤包是一定一定 一定要试试看的 用来煮汤煮粥炒饭等等的都可以 人人都可以是大厨 尤其是不怎么吃重口味 爱吃菜的朋友 你们必须必须要尝一尝 虽然说它价格会高一些 但是真的比起海底 捞着菌汤锅 我从口味上更喜欢 毛奶朔这个 哪怕是就买一次 我也觉得你们很有必要 用来试一试 前提是你要爱吃 日式的清淡料理口味 如果爱吃重口味的小伙伴 千万不要来找 我说按推荐这个不好吃 因为口味这个东西 还是蛮主观的 我和小刘 都是口味比较雕的 尤其是小刘 它的味觉非常灵敏 灵敏 它能从那个汤里 吃出很多层次 所以你们能想象吗 就一定一定要去试一试 今年夏天的第一口西瓜 可以不吃 但是唐道家的呱呱两倍 不能不干 这床呱呱被我去年 就给大家推荐过 反馈真的是我 做博主有史以来 最好的产品 当然人家本身卖的就很好 去年直接是受庆的 因为真的太凉快了 我现在用它盖着脚 我觉得都比 在我的床上的空气当中 凉快 好神奇啊 凉快 好快想录视频了 好想停下来 不行 溜球一会儿要醒了 我赶紧录完 今年唐道他们家 对产品做了升级 新款的呱呱两倍 可以选择有AB面材质 一样的软糯款 和两面选择了 不同材料的透气款 其实每次说他们家产品 我都挺头疼的 我没有夸张 因为有很多亮点 在有限的时间内 根本不知道该讲哪个好 无论是一贴身就瞬间 让你感到很凉爽的 机能面料 或者是直接激洗了之后 被子的凉感也不会有所改变 再或者是它吸湿液均都很棒的纤维背心 还有以环保理念设计的西瓜扇 收纳袋 方便的支标设计啊 等等等等 总之 这不真的不亏朋友们 我相信肯定有不少小伙伴去年就买了的 你们就说嘛 好不好干 如果今年准备入手 还可以搭配和凉背同款材质的软凉席 给今后的夏天营造一整个更舒适的环境 稍微啰嗦一下 分享一个事儿 就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昆明就已经28度高温了 我不夸张 那几天晚上我抱溜溜球 起来喝奶的时候 她已经没有穿衣服了 就直接套睡袋 整个身子都是湿乎乎的 说实话是蛮心疼的 但是作为她的妈妈呢 我却睡得很好 就是因为我用呱呱两倍 在唐岛旗舰店报暗号和和达 可以领取粉丝专属的额外优惠 提前同价618 早买早享受 现在我们家房子已经住了三年了 家里所有家居用品 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洞洞板 它最大程度的解决了 我们桌面收纳困难的问题 这是我家桌面最乱的状态 就是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我个人的建议是 实用是最关键的 我家洞洞板上除了这几张拍立得 更多的就是去放一些必须用品 所以你们在购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既然都说到我家书房了 我顺便就提一句 你们看这个连着的桌子 如果你们夫妻两个都是画牢 比如像我和小刘这样的 我真心建议不要做这种一体式的书桌 只要其中一个人开启话题 那么就别想高效的完成手头的工作了 我恨不得在我们中间夹个隔板 这个东西对我而言最大的用途 就是用它清理几皮羽毛球 什么羽毛球 球鞋和羽绒服 大衣包包等一切不方便 整件洗涤的东西 真的太实用了 我给你们示范一下 都给我去买 狗毛扫帚 养狗的人家 我对打扫卫生是绝对有发言权的 我家的扫地工具就是普通扫帚 然后狗毛专用扫帚 机器人 虽然说扫地机器人还是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但是真的要把狗毛给清除干净 还是要靠它 尤其是我们家客厅的深色地板 刮狗毛的时候 一刮一个准 特别爽 扎扎实实的把狗毛给刮掉 灰尘不太会飘 刮完之后的灰尘呢 一般用吸尘器吸掉 说到这个 如果真的要从实际上来解决的话 可能要让秋菊不掉毛吧 下一个这个产品它什么牌子 静本源冰箱除臭条 其实它是我用过最能吸味的冰箱除味产品 但是前提是把它放进冰箱之后 之后放入的东西才会没有味道 它并不能把原来的食物当中的味道给吸掉 刚才我听到溜溜球哭了一声 不说那么多了 抓紧时间 溜溜球一会儿要醒过来了 好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今天的嘴唇特别的亮啊 我没有用唇蜜 就是用我哺乳期间用到的这个 美德热的主头膏 它的用途完全可以当唇膏加唇蜜 平时啊 我就把它叠加在普通的口红上使用 你就会收获一个全新的唇部产品 另外当唇膏的时候 它滋润效果非常好 反正用了它之后 我就没有再买过其他的唇部产品了 我这支用到的是大的 如果你们涂嘴巴的话 就可以买小支的 更方便携带 毛哥平的双色遮瑕 毛老师的这个遮瑕膏用来 遮黑眼圈 肋沟眼袋 真的很牛 但是它不太适合遮痘印 纠正一下 这里说错了 应该是不能遮住凸起的痘痘和疤痕 所以有肋沟的姐妹 并且遮不住的话 请尽可能试一试毛哥平的这个遮瑕产品 虽然我们没有毛老师的双手 但是我们可以学技术 因为我觉得他们家产品就是 方法要用对 我不去重复啰嗦这个使用方法了 你们可以直接去看小红书 这个姐妹的教程 它的内容有点长 但是讲得很详细 很贴心 甚至我觉得很可爱 我非常喜欢 同样这个姐妹讲的方法 如果你们去实践 其他的遮瑕产品的话 应该也是适用的 再来毛哥平的粉霜伴侣 一开始是买遮瑕时候用的小药 后面因为太好用了 我又回购了一瓶正妆 我只是买了他们家的粉霜伴侣 没有买他们家的粉霜搭配使用 如果你两样都买了 准备搭配使用方法 就另当别论 我搭配的是我自己 RMK这瓶粉霜 当做妆前精华乳一样的涂在脸上 等完全干透以后 再上粉底 整个妆面的毛孔呀 细纹呀都会得到改善 一年前我跟大家推荐过 伊拉莫斯科那瓶装浅者力 哇它真的很好用 具体要讲到区别的话 我觉得肉眼是感觉不到太明显的差异的 那这瓶毛哥平的就是相对于性价比更好一些 再来是3CE的这种拼盘眼影 就在这里浅浅的跟大家一提 不算正式的推荐 因为我现在用下来 目前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不过在这方面呢 我也有自己的疑虑 因为它的制作过程和渠道都没有一个 说像正装一样的 可以去验货的方式 不过我目前用下来 就觉得一个小盒子里能装那么多的眼影 我真的可能这段时间以内吧 我都不会再买任何眼影了 不过其实这么买下来的话 想随心所欲的搭配自己想要的眼影呀什么的 就包括我买支架油 也是会用到去买分装这样的方法 所以我这里也跟大家进行一个探讨 如果大家了解或者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 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去交流一下 这类产品是否值得推荐给大家去买 也作为一个这次视频的客户小作业吧 就像一个讨论一样的 这些产品如果你们买完之后觉得好用 记得回来给我反馈 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因为我还要去忙活 女超人要走了 拜拜 我一直在床上盘着腿 我脚都盘满了 会令人 就叫我们的视频